好 沒錯 又有颱風要影響我了嗎 因為在今天早上8點鐘 原本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帶擾動 已經發展成TD26 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現在它現在所處的環境有利於發展 所以最快在今天晚間 就會變成今年第22號的颱風 銀杏 但是路徑上都還有不確定性 我們來看到有可能 它會越過到菲律賓之後 進入到南海 或者是抵達到了琉球海面再往北上 禮拜三就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不過不管走哪一個路徑 都會有間接或直接性的影響 我們要繼續關注它為我們帶來的天氣變化 回頭來看今天整體的狀況 主要東北季風的影響 不過水氣是比較少的 在銀風面地區有一些零星雨勢 到了明天開始 東北季風更加的強盛 尤其留意在禮拜三之前 銀風面地區雨勢都會增加 北東地區尤其留意 像是在基隆北安地區 在宜蘭台北山區東半部 會有局部性的震雨 而在中南部的山區 午後也有震雨要多加注意 後期我們看到在禮拜五到禮拜六開始 熱帶系統逐漸的接近 會影響到我們的天氣變化 尤其當它在台灣東南方海面的時候 會容易讓東北風增強 因此北東地區的雨勢就會比較明顯 緊接著看到溫度方面 今天在北部東半部高溫 還是可以來到25度 而中南部大概有30度左右 不過低溫大概21到22 所以早晚天氣都是比較涼 提醒您最好戴件外套 那麼明天開始呢 東北季風更加的強盛 尤其看到在禮拜二到禮拜四的清晨 北台灣地區的低溫大概20到21度 局部地區可能下探到16度 甚至空曠地區會來到16度 中南部地區也要留意高溫 也會降到28到29 低溫呢則是20到21 所以您看到這日夜溫差大概有10度左右 提醒您洋蔥式的穿搭會比較舒適 最後要幫您重點整理了 本周來說前半期會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後半期要看熱帶系統的變化 不過還要留意的就是在沿海的風浪 都會比較強勁 海邊活動多加注意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